因為見到今年很多公司的業績好 就受惠去年的基數是比較低一些 有些譬如消費等等 有個報復式的反彈 就帶動向上 還有一些概念 譬如一些新能源、電動車等等 都是有些資金流入 但是如果說回現時大家擔心問題 就剛剛提過 譬如說通脹的壓力 似乎短期裏面要大幅回落的機會就比較小 或者之前白藍克或者聯署局方面很多的官員 似乎口風都開始有些轉向 就擔心通脹會變成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但是同一時間你看到 譬如美國十年期的債息 這段時間就沒什麼性 反而就下來了 反映大家對於可能未來經濟增長的動力 信心都不是那麼高 最怕的問題就是 如果通脹繼續是高居不下 聯署局都迫著要加快收水步伐 又或者收完水之後都即時要開始加息 到時候就會令到經濟動能本身是弱的 到時候就雪上加霜 這就是所謂一個滯脹的問題 通常公司的盈利在一個滯脹的環境下 都是會有壓力的 特別當你的原材料的價格不斷上升 但是因為經濟的需求是配合不到 你不能夠大幅加價去到轉價成本 那對於這些公司的marge 即是你無利率也好 去到那個純利率也好 都應該是會有壓力的 所以你說現在美股的業績 所謂好就只是反映可能 今年一個叫做受惠低基數效應的因素 去到明年來說 可能情況會有一點點分別 好啊 大家都要留意這個情況 因為始終都升了這麼多日 和升到這麼高的水平 可能部署上都要想一想